好遼闊的視野喔 今天來到臨近溪頭的洞頂山上喔 如此的美景當然得搭配優質的民宿喔 那麼講到優質 相信觀眾朋友一定很好奇喔 現在就跟我一塊去一探就近囉 張大哥你好 菁姐小姐你好 嗯 張大哥就是從這個校長退休之後呢 才實現這個蓋民宿的夢想喔 張大哥 當初怎麼會想說要進這個民宿啊 嗯 原本這個房子其實是蓋啊 說是我自己的住家 這中間有一些親朋好友 欸 慫恿 所以把這個房子能夠居家 那我們就把它分享出去 來就申請合法民宿 而且張大哥我一走進這個民宿啊 就有看到一個風車 這整體的感覺很像來到歐洲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就是走向歐式的一個設計方向 因為我這個房子是在半山腰 居高零下 大概有180度的開闊的很壯闊的一個視野 那我這邊為什麼說有所謂無敵的美景 其實大概不外乎 比如說天晴的時候 我們在坐在外面喝咖啡的同時 當夕陽西下的時候就可以看到美麗的夕陽 還有漂亮的晚霞 水氣夠的是季節裡面 在我們的眼前可以呈現非常變化無窮的這些雲海 室內的規劃其實因為我們當初是家庭的一個思考點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規劃出很基本的有一個客廳 有一個小餐桌 大概廚房 那另外其他就大概樓上樓下就全部有五個房間 建宇 歡迎來到我們新月谷民宿 首先為妳介紹的是我們101的典雅雙人房 連房間全都是木頭打造的耶 對啊 而且有聞到這個木頭香耶 淡淡的木頭香 其實你看現在看到的我們這個牆壁的木頭 都是採用加拿大的香山木式的 而且我覺得每一間民宿的房間很重要 是它的一個小陽才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 我們整個山景非常的開闊 這一間的衛浴是有一個選用的有一個比較獨特的設計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古典歐式的大浴缸 可以泡澡 對 可以放鬆 對 我們想讓這住客來到這邊 他能享受一個最寬敞的一個空間 那來這邊可以得到最充分的放鬆休息 現在來到了這一間是我們的雅致四人房 那其實你看到整個空間 它是處於比較一個挑高的一個設計 那我們在這個整個天花板的部分呢 我們採用一個比較有一點線條的立體感 你們這個景趣好蓬鬆喔 對啊 其實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是 屬於我們叫做科技羽絨背 那其實因為我們這裡是屬於洞頂山 其實它溫差的變化也不小 所以我們其實會針對不同的季節 來去做整個的規劃 情緒的調整是不是 雅致四人房還曾經獲得交通部觀光局 它舉辦的一個旅宿英雄網 在這個全台灣評選就是四人房裡面 第七名的一個榮譽 還有另外兩間的雙人房 那它們分別是浪漫景光雙人房 跟溫馨景光雙人房 我們還有另外一間就是和風的四人房 那這一間四人房其實當初規劃 當然是給一些比較大家庭的一個親子的家庭來住的 張大哥既然來到這個茶廂 你怎麼把這個茶廂的文化帶給客人 希望說我們的遊客來到入口之後想到茶 尤其來到洞頂山的時候 會想到洞頂烏龍茶 這麼有名的茶 也能夠在住室之裏 有興趣來學如何來泡一壺好茶 把這個茶的一個文化 能夠帶給到嘉義 能夠融入嘉典之中 常常有客人來的時候 讓我能夠泡一壺好茶給他們喝 在這邊享用早餐的民宿主人 會依據每位客人口味的不同 提供點餐的服務 你看有非常多種可以選擇 那麼飲料的部分也是無限暢飲的 如果是假日有團體或是包動的客人的話 這邊也會煮養生的南瓜粥 地瓜粥 以及現炒的這個中式菜肴 張大哥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是夢中族園對不對 是 體驗這個挖筍的樂趣喔 這個筍子要怎麼挖 這個筍是當季的春筍 那我現在就挖給他們來看一下 好快喔 好大喔 這個筍子 像最近的螢火蟲季 我們也只要客人想要看 我們大家都會親自帶著他去到現場 做一些觀察解說 然後引導他們對整個自然界裡面 能夠有所認知 哇繁星點點耶 還有美麗的月光伴隨著我 就在這露骨的洞頂山上 這間被烏龍茶香包圍的 歐式木造度假民宿 只要住過之後呢 就會像喝這個洞頂烏龍茶一樣 令人相當難忘喔 好可惡喔